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被派去暗杀同一个人 就这样他们在暗杀的过程中遭遇了 因为不知道对方是谁 在沙漠中开始互相攻击起来 他们之后都受了伤 回到了自己的基地 通过自己公司了解到对方的身份 竟然是自己日夜相处的枕边人 心情很复杂 最后还是互相坦诚相告 但是还是心生戒备 皮特跑去房里拿枪 只好发现朱莉开车跑了 皮特追出去 枪不顺走火 达到了朱莉的车窗 朱莉误会了 家大员们想要撞死皮特 皮特安抚朱莉却于事无补 两人也没有想过坐下来好好谈谈 而是选择逃避 之后上级下达命令 让他们互相杀死对方 他们也以为 其实对方都是潜伏在自己身边才结婚的 于是 因爱深恨决定决一死战 回到家后 互相拿着枪指着对方 之后各种热战 仿佛一场热兵器的维密秀 火箭筒 机关枪 狙击枪 轮番登场 但最后还是没有下手 想让对方先开枪 但是都不愿意 两人掏心掏肺 互俗中肠 最后兵士尖闲 抱在一起 最后两人知道了上司的算盘 原来他们是故意想让他们互相残杀 于是决定找他们复仇 最后当然是轻松的把他们给碾杀了 大圆满结局 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 也靠着这部电影加戏争作 成为了现实的夫妻 影片别出心裁 用特工的题材来讨论婚姻里的关系和危机 不得不服 好了 感谢收看 再见